陈若霖今天问我体重了 昨天晚上 哦 问体重了 问体重了 那你回答他说多多 我回答他这里没有称 大家别告状了 陈若霖问全红蝉体重了 蝉宝的回答量了 情商真高 自从巴黎奥运会全红蝉蝉冠军后 他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除了参加香港 澳门活动外 中秋节前还在家里待了九天 脱离了训练 脱离了教练 生活也就没那么自律了 全红蝉也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该吃吃 该喝喝 该逛逛 大家都在担心全红蝉的体重 对一名跳水运动员来说 体重很重要 直接影响着自己的比赛成绩 因为体重和落水的水花有关联 身体重了 肢体动作就很难协调了 说的严重点 很有可能面临着运动生涯的结束 9月24日 全红蝉等四位冠军 做客高途直播间 全红蝉在访谈中自爆 9月23日晚上 他的教练陈若琳问到了他的体重 大家都特别关心全红蝉如何回复教练的 全红蝉开心地说道 我回答这里没有撑 这精彩的回答 大家再一次被全红蝉可爱到了 他就像我们孩子一样 在家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妈妈一不在身边就拼命吃 回家肯定是挨骂 陈若琳就像他妈妈一样 你看全宝宝是一个非常聪明 和大智若鱼 情商非常高的一个宝宝 别人一本正经地问 他却幽默对应 妥妥的脑袋急转弯 这机灵劲 一般人真接不了他的招 什么场合都能让他搞得活泼 陈若琳现在弄了一堆训练项目笔记 就等着你回去给你魔鬼训练呢 陈若的眼睛很有灵气 陈若真胖了不少 也是个吃货 小小年纪为了跳水一直忍着的 辛苦了这个孩子 我以为陈若会说保密 没想到他竟然说 这里没有撑 各位网友 谁能想到他会这样说 陈若这孩子 真是吃得惯农家饭 上得了国家宴 骑得惯小毛驴 上得了大飞机首航 吓得去乡村小河沟捉鱼仔 站得上世界大泳池 上了大舞台做领唱 陈若真的就是个传奇 全宝禅每天训练有多辛苦 她的五句话让人泪目 全宏禅训练揭秘 五句话背后的汗水与荣耀 全宏禅她以惊人的天赋 和不懈的努力 在每一次跳跃中绽放光芒 今天让我们一同揭开 这位跳水天才日常训练的神秘面纱 通过她的五句话 感受那份让人泪目的坚持与荣耀 全宏禅这位年轻的跳水天才 每天的训练量令人瞩目 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介绍 她像是一把钥匙 轻轻打开了通往全宏禅世界的大门 当我们站在门外 看到的是她在国际赛场上的辉煌成就 而门内则是无数次的跌倒与爬起 是汗水与泪水的交织 正是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 铸就了今天的全宏禅 早起的坚持 晨光中的孤独舞者 每天早上六点 我都得准时起床 看到爸爸妈妈那些大人们 似乎不需要闹钟就能自然醒 我真的很羡慕 全宏禅的这句话 透露出她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也揭示了运动员生活的特殊与不易 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时 她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征程 这份早起的坚持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 更是对意志的魔力 在晨光中 她独自起舞 用汗水书写着青春的篇章 艰苦的训练 时间与强度的双重考验 除了准备和热身 我每天要进行各种动作训练 时间加起来超过八个小时 一日三餐加起来只有一个半小时 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训练 只有四五个小时的放松时间 全宏禅的训练日程紧凑而残酷 每一个小时都被精心安排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挑战 在这漫长的训练时光里 她不仅要克服身体上的疲惫 还要保持对技术的精准掌握 和对动作的完美追求 这种高强度的训练 是对她身心极限的极限挑战 也是她通往成功之路的必经之路 心理的挣扎 乐观背后的脆弱 身体的疲惫其实是其次 最难的是当状态不好 动作不够美观时 教练的训斥让我心里很难受 全宏禅的这句话 让我们看到了她乐观背后的脆弱 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无数次的心理斗争和自我怀疑 当状态不佳 动作失误时 她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 还要面对来自教练和内心的双重压力 然而 正是这些艰难的时刻 让她学会了坚持与自我超越 也让她的心灵变得更加坚韧 放弃的念头 人性的真实写照 我承认 我曾无数次想过放弃 甚至痛苦到大哭 但是这些负面情绪 我不能告诉玉璽姐姐 因为我知道她也在承受着压力 万一我的话影响了她 那可就糟糕了 全宏禅的这句话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 有屑有肉的她 面对困难和挑战 她也会感到无助和迷茫 也会有想要放弃的念头 但是 她选择了默默承受 用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负面情绪 这份对队友的关心与爱护 不仅展现了她的善良与无私 也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之间深厚的友谊和支持 相互鼓励的力量 携手共进的冠军之路 我和玉璽姐姐之间只能互相鼓励 不能互相影响 因为如果我们两个的状态都不好 那金牌就会被别人拿走 所有的痛苦与煎熬 都会在我们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那一刻 化作脸上的微笑 全红禅的这句话 充满了力量与希望 在训练的道路上 她与队友相互扶持 共同前行 他们用彼此的鼓励和支持 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最终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这份来自团队的力量 是他们成功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全红禅的故事 是一段关于梦想 坚持与友谊的传奇 她的每一滴汗水 都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蜕变 她的每一次跳跃 都凝聚了她的勇气与决心 一 在她身上 我们看到了运动员的坚韧与不屈 也感受到了追梦人的执着与热情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她需要我们付出无数的努力和汗水 但是 只要我们心中有梦 脚下有路 就一定能够到达心中的彼岸 如果你被全红禅的故事所打动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她的信息 不妨搜索以下关键词 全红禅训练日常 全红禅与队友的友谊 全红禅的荣耀时刻 这些关键词 将带你走进全红禅的世界 让你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年轻的跳水天才 同时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感受与看法 让我们一起为全红禅加油助威 全红禅被敲打 奥运会后太火风玩 该收心了 被陈若霖灵魂提问吓到 话说巴黎奥运的大幕刚刚落下 那赛场上的热血与激情 仿佛还在空气中弥漫着 这时候啊 全民的目光就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 一下子被一场说走就走的港澳 又给拽到了新的焦点上 而这个焦点呢 就是全红禅 这小姑娘啊 以前在村道上 就像一阵自由自在的风 追逐着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可谁能想到呢 她就这么一跳 跳进了全世界人的心里 一下子就成名了 她从那个在村道上奔跑的追风少女 一下子就变成了 弯曲声明乐舞台上最闪亮的行 你瞧啊 她脖子上挂着金牌 整个人散发着纯真无邪的魅力 就像一块瓷石一样 把娱乐圈那些大腕门都吸引过来了 那些大腕门啊 都排着队 就盼着能跟她合上一张影呢 那场面真可以说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全红蝉就像是一颗最耀眼的明珠 在人群中散发着无尽的光芒 就在大家都在心里琢磨着 这小泉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那个熟悉的水池边 继续去书写 她那辉煌的跳水传奇的时候呢 一场特别有趣的师徒之间的温馨交锋 就在直播间里静悄悄地开始了 这陈若霖教练啊 在全红蝉的职业生涯里 那可是扮演着严师慈母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就像一个掌舵的人 把控着全红蝉在跳水这条大船上的方向 这时候 陈教练看似很平常地问了一句你体重多少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可不得了啊 那直播间的气氛 就像被点着的火药桶一样 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这哪是什么简单的询问啊 这简直就是 给正沉浸在假期甜蜜中的全红蝉 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的突袭检查 你想啊 全红蝉这段时间 就像走进了一个充满各种惊喜的童话世界一样 自从成为奥运冠军之后 她的生活就像做火箭似的 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美食就在眼前 周围全是热烈的掌声 这对她来说 就像是生活在蜜罐子里一样 甜得不得了 可是呢 这样的生活节奏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那可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尤其是全红蝉 现在正处在身体快速成长的阶段 就像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苗 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到她的成长 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 体重就像是他们手中最珍贵的金牌一样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变化 都可能在跳台上引起巨大的反应 进而影响到最后的经济状态 陈教练这一问啊 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 给病人把脉一样 那是对全红蝉当前状态最直接的把脉啊 而且这一问里还藏着陈教练对全红蝉深深的关怀呢 她是在担心全红蝉在这么多的诱惑和活动面前 会不会放松了对自己身体状态的管理 会不会影响到她未来在跳台上继续闪耀啊 全红蝉这小姑娘也是特别机灵 特别幽默 面对恩师这么突然的提问 她不慌不忙地回了一句这里没有秤 秤不了 就这么一句话就像一阵清风 把那原本紧张的气氛给吹得缓和了不少 可是啊 陈教练可没这么轻易就放过她 陈教练在评论区又留下了一句小脸圆了不少 这一句话呀 就像在那原本温馨的画面上 轻轻地添上一抹岩湿的色彩 全红蝉心里可明白着呢 她知道这背后藏着的是教练对她满满的期望和爱 于是啊 她就用一串表情包来回应 这些表情包就像是她的心理画一样 既是在调侃自己现在的状态 也是在向即将到来的挑战露出那种无谓的笑容 就好像在说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可不怕这些挑战呢 再说说全红蝉重新踏入那片训练场的事儿吧 那训练场啊 对她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她在那里挥洒过无数的汗水 陌生是因为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在那里训练了 她回来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大难关就是体重管理 跳水运动员的体重管理可不是一件小事 这就好比是走钢丝 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的 对于他们来说 体重就像是一个精密的仪器上的小零件 哪怕是一点点的偏差 都可能让整个仪器运转不正常 进而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你看陈若霖教练当年啊 为了能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 那可真是对自己特别狠 她多年都坚持不吃晚餐 这种自律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就像是一座灯塔 给全红禅照亮了她接下来要走的路 全红禅得向教练学习这种超乎常人的自律 然后把她付诸实践才行 在这看似光鲜亮丽的运动员生活背后啊 他们的付出和牺牲 真的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就像全红禅这样的运动员 他们每天要承受的训练强度 那简直就像是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雨 猛烈而又持久 而且啊 他们还得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和压力 这关注和压力 就像是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 让他们一刻都不能放松 很多时候 他们的行程安排 可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而是要经过好多方面的协调 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拼图 每一块都得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行 所以啊 当我们为他们在赛场上取得的那些辉煌成 就欢呼喝彩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和支持 我们就像是他们背后的坚强后盾 他们在前面冲锋线震 我们在后面给他们加油鼓劲 让我们一起静静地看着这位年轻的跳水健将 看他如何在这些挑战中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 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 在经历了风雨的洗礼之后 在困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小编表示 成长的阵痛 是通往巅峰的必经之路 在全红禅的这个故事里啊 我们就像再看一部充满热血和励志的青春大片一样 看到了青春那蓬勃的力量 也感受到了成长沉甸甸的重量 这体重的小小波动啊 对于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来说 可能就像是一片树叶飘落在地上一样 根本就没什么影响 根本就不会当回事 可是对于全红禅这样站在世界之巅的运动员来说 这可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这可关乎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呀 这不仅仅是在考验他个人的意志里 就像是一场一个人的战斗 他得自己和自己的懒惰 诱惑做斗争 这更是对职业精神的一种深刻诠释 什么是职业精神呢 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有着无比的热爱 有着高度的责任感 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绝不轻易放弃 全红禅和他的教练团队 就像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战斗集体一样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成功的背后啊 都藏着数不清的 不为人知的努力和坚持 就像一座冰山一样 我们看到的 只是陆在水面上的那一小部分成功 而在水下 是巨大的努力和坚持在支撑着 葬萄 展原ро